就是说跟耐心有关的句型 你基本上要知道哪一些句型才可以 那各位同学因为耐基本上就是否定的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它的这个句子一定都是有否定的含义在里面 比如说各同学们应该有学过这个句型 叫做ないでください 那ないでください同学们 我们都学过てください 是表示请求对方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可是当你请对方不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ないでください 注意一下这里有加左音 所以比如说请不要抽烟怎么讲呢 たばこを 好抽这个字是不是死对不对 好那死这个字我们要变成耐心 变形前要先分类对不对 好一类动词一类动词要干嘛 搭电梯好不好 好搭电梯到哪一段呢 啊段 所以变成死哇 不要写啊哦 搭电梯到啊段如果是啊的话不要写啊 好各位还记得吧 好要写哇对不对 死哇 ないでください 好请不要抽烟请勿 吸烟的意思 好那同学们 那现在呢这个第二跟第三个句型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它这里其实看起来很长 那是因为它是两个句型而来的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好其实呢这个なければ跟なくていい 还有这个ないでください 前面都有な有没有 有な就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一定要前面用动词耐心 好才能够衔接知道吗 先要把它改成动词耐心才能够衔接这个句型 好那ければ这个字呢 其实我们分我们来我们来独立讨论一下的话就是 呃我们在这一侧呢 后面好会学到假定型 那假定型 就是假设的意思 当然表示假设的说法有很多了 你有学过托啦还有塔啦 对不对 好那假定型是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假设的一个东西 只是说它的比较呢 等到我们叫假定型 老师会在跟各位的做讨论 那假定型呢 它有一个特征就是 它不单单只是动词可以变 形容词跟名词也可以变 那那个时候呢 他就说一形容词啊 一形容词每次在变化的时候 都要把尾巴的一去掉 对不对 去一加くない就是否定 去一加かった就是过去式 去一加くで表示接续 表示既怎样又怎样 有没有 好还有去一加く 表示转副词的意思 好那接下来第五个变化就是怎样 去一 去一 可以